大家好,我是Ele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近期超火的AI工具 Manus 这款是由中国团队开发的通用型AI助手 可以说是几乎实现了一句话就完成所有事情的AI代理人工具 不论是做报告、写文章、做简报、规划旅行、进行数据分析、市场研究调查 或者是做论文的资料搜集 只要简单告诉他你的需求 他就能帮你完成所有事情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 他不只是像ChatGPT或者是DeepSeek 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对话 而是能够透过你一次性的指令 真正理解你的需求 自己搜寻所有相关资料 然后规划任务步骤 最后一步一步帮你完成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四个我自己实际体验过后的实用案例 让大家看一看 Manus他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机器 它拒绝了架关于由于起研究和组织 而其他人的AI停止在造成的想法 Manus会发现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次的 一步的作用人和机器的合作 而可能會偷偷了AGI 我要求Mannus為我執行的第一項任務是針對台股台積電的上市股票進行全面分析 包括摘要、財務數據、市場情緒、技術分析等等 接下來你會看到Mannus會不斷的更新他的工作流程和進度 在他完成準備的分析報告之後 可以點選查看此任務中的所有檔案 右上角可以選擇批量下載 然後再選一次批量下載 他就會把整個分析檔案下載到你的本機電腦裡 我還有要求Mannus為我生成一個永久的網頁 讓我可以分享給他人 所以他也為我提供了一個永久網頁 並且還為你提供一個永久的網址 點選網址 就可以看到Mannus為我們生成的台積電股票分析儀表板 右上角可以看到他還有提供各種不同的捷徑按鈕 像財務分析或者是他的技術分析競爭對手等等 從下拉可以看到他針對台積電提供的一些基本公司概況 還有一些關鍵的數據指標 他的使用介面都非常的清晰一斗 而且非常的清楚 並且搭配了許多的視覺化工具 像財務分析他會提供你他的營收利潤率 還有他的研發支出跟美股民喻等等 像技術分析這一塊他還會提供你 有在做股票的人都會知道的所謂的支撐跟足利價位 Mannus也提供了一些競爭對手的研究 包括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三星中芯國際等等 在投資價值評估這一塊 他還提供了包括地緣政治風險 競爭家具等風險因素熱力圖 還有swat分析 以及不同投資者類型的一些投資建議 最後再給你一些投資的結論 跟他的投資評級 第二個任務就是 請Mannus幫我們製作一份牛頓運動定律 跟動量手衡定律的教學內容 所以我給他的指令是 作為國中物理學教師 請準備講授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和動量手衡定律的內容 並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搭配 讀片的視覺化 創建一系列清晰準確的動畫演示 最終要把它們變成一個公開版的網頁 可以讓用戶一起瀏覽 好了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Mannus已經成功的修復了 他中間遇到的所有問題 不所心的網頁 我們只需要點選網址 就會看到 他為我們製作的貝克內容 他還貼心的為我們製作了選單 而且這個選單還會固定在最上方 非常方便點選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牛頓的肖像這一塊 一直無法成功的呈現他的圖片 這個部分可能是他目前 比較主要的bug之一 就是他無法呈現一些 來自網路的圖片 或者是他AI生成的圖片 但其他的部分他給的資訊都非常充足 例如在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的時候 他不只提供了一個非常淺顯易懂的說明 他會給一些示範 例如桌布的魔術 來跟你講解什麼叫做 第一運動定律的慣性定律 然後並且提供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滑鼠經過的時候 這些方塊也會做相應的回應 而不是只有死板的一個區塊而已 然後像這個動畫 無摩擦環境 無外力作用保持等速直線運動的動畫 也是Manus自己製作的 我並沒有在指令裡提供任何的要求 要求他做這樣的動畫 之後他還有提供一些互動的練習 點選顯示答案 答案就會出現 然後下面也一樣 他會提供各種各樣的內容 重點還有一些例子以及動畫 最後到練習題的部分 他會貼心的提供一些練習題 來供用戶使用 點選顯示答案 答案就會出現在下方 當我們完成任務之後 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個分享按鈕 點選後 我們可以選擇 僅供自己 觀看 或者是成為一個公開訪問的連結 讓所有知道連結的人 都可以進來觀看你 在Manus上面執行的任務 並且使用上面所生成的內容 舉例來說 我點選複製連結之後 就可以看到Manus正在回放之前 整個執行任務的過程 點選網頁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才一開始 看見的Manus生成的網站 可以建議大家 如果有做成公開網頁的話 一定要用手機或者是行動裝置 也打開網址進行查看 因為一開始 我有發現這個網站 雖然內容很豐富 但是它的選單 一開始在手機上面的顯示 佔據了半個螢幕 所以在過程中 我有要求Manus做一些調整 這個就是調整過後的版本 大家可以在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點選來做查看 第三個任務 是請Manus 幫我們準備一個 從台北出發到日本 七天的行程規劃 這個任務裡 我並沒有要求它 生成一個公開版的網頁 所以當任務執行完畢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點選 任務中的所有檔案 並且下載檔案 之後到檔案裡 打開HTML檔案格式 就可以以網頁版的形式 瀏覽它的整個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Manus 為我們做了一系列的行程規劃 在右上角的選單中 它有提供預算 還有基本的日語、短語、旅行提示 還有一些景點和地圖 上的部分 它為我們提供了標準版的預算 和高級版本的預算 當然這個部分 是我一開始就提供它的指令 要求它提供我兩種版本的預算 然後在日語、基本短語的部分 它也提供了一些簡單的問候語 以及旅行或是餐廳 有可能會遇到的短語 在旅行提示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Manus 也貼心的告知了我們一些 故意事項 這裡有一個缺點 跟剛才我們在製作 扭頓課程的時候遇到的一樣 上面呈現的這些空白處 應該是要展現我們一些基本的 當地景點的圖片 但它並沒有呈現 放這部分 能夠之後看到它沒有做改善 不過在地圖這一塊 他們倒是做得非常的清楚 例如在京都的主要景點 它可以成功的內籤地圖 你還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滑動來觀看 或者是做放大或縮小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Manus為我們執行的最好一個任務 就是針對特定的產品 提供B2B的客戶查詢分析 點選網址後 就可以看到Manus為我們製作的 資訊儀表版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提供了一些非常清楚的選單 包括研究報告 資料庫 視覺化圖表 在互動式儀表版這裡我們點進去看 可以看到它更詳細的提供了圖片的相關資訊 最後也提供了一些結論與建議 點選資料補選單 可以看到Manus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的資訊 每一間公司的資訊跟聯絡方式都能清楚呈現 省去了你自己搜尋的時間成本 並且還幫你做一些類別篩選 點選研究報告我們還可以看到 他提供了一些內容的摘要 以及分段清楚的內容 包括供應鏈結構 產品類型用途 類別分佈 還有一些其他的潛在合作商機 非常適合業務需求的用戶 如果不知道要怎麼提供指令也沒有關係 只要到左下角的官方網站 點選Manus官網上的使用案例 他就會展示許多可以使用的範例 Manus還能為我們執行 包括生成互動遊戲 或者是名片設計 甚至是與視角化內容相關的品牌形象設計等 這些超乎想像的任務他都能夠執行 舉例來說 我想生成互動遊戲的話 只要點選他 他就會開始回放範例裡面的任務執行流程 當然這些範例裡面的指令大多數都是以英文呈現 你可以將這些指令翻譯成中文查看 並且修改成符合你個人需求的指令 舉例來說 這個範例 它裡面就研發了一款非常有趣的小遊戲 就是美國總統川普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們互相激烈交鋒的那一段對話 我們可以直接到他的示範範例網站來看 我們可以直接點選這個範例裡提供的遊戲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款是一個有趣的小遊戲 它讓你像玩遊戲一樣的做出對話選擇 最終看你能否與美國總統達到和平的協議 他還會教你怎麼玩 從每個選項中來選擇回覆 就看川普和副總統萬斯的反應 最終的結果是取決於你做的選擇 另外我們可以在任務的右上角 有一個icon 查看此任務中的所有檔案 然後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這裡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點是 雖然有一些任務我們可以把它做成公開網頁觀看 但是有時候這些下載下來的檔案報告 這些檔案包裡面的資訊 有時候可能會比網頁版呈現的更豐富 所以我們也不要忽略了這些檔案 舉例來說 剛才這個B2B的免洗式產品調查報告 我們可以在檔案包裡面看到 你可以直接點選HTML的瀏覽模式 也就是跟你的公開網頁版一樣的內容 來這邊進行查看 或者是如果你有下載一些程式設計 或者是編碼的軟體工具 例如Cursor 這個時候它裡面的這個 以.md檔案形式也就是markdown 這個檔案形式為主的 這個資訊我們就可以另外點擊並且打開來觀看 舉例來說我想要看一下這個final report 它的檔案裡面到底包含哪些資訊 那我就點擊它 那我就可以看到這個檔案會以編碼軟體的檔案形式出現 你可以在這裡看到它有更詳細的一些資訊 總體來看 Manus相較於ChatGPT或者是Deepseek等其他不同的AI助理工具 它能夠僅僅因為一段指令而實現的內容程度和範圍 已經遠遠超過了ChatGPT這類的工具 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目前Manus的APP已經上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官網查詢 雖然有些人質疑 Manus是否真有這麼厲害 但從實際測試結果來看 它確實展現出了驚人的自動化能力 讓很多繁瑣的工作變得輕鬆許多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囉 如果你對Manus感興趣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最高興都是給您的 I download What's on 這個是 prophetic數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